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新一波疫情严峻 执法部门会严正跟进违反防疫规例的行为 亦都增设热线 接收涉及私人游艇违规的举报 政府亦会收紧本地游 分离及宗教活动人数上限 今天开始各项社交距离措施进一步收紧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重申 疫情在未来两个礼拜非常关键 如非必要应该留在家 连长人士要避免聚会 也为了更好防疫 执法部门会严肃跟进违规行为 特别是针对一些在私人游艇里面 是做一些可能是违规的行为 在水警方面已经成立了新的热线 如果有任何市民看到一些码头 或者登岸处有群组聚集出海 请大家可以打这个36608623的热线 我们看到当有派对房间或卡拉OK或夜总会关闭之后 就有些人士利用在海上进行这些活动 当然要租一个游艇 所以我们就这次特别针对这一类华尔会违规的行为 就加多一个热线 他说其他的违规行为 包括是违反检疫令等等 也都欢迎市民透过现有的渠道举报 包括是网上电子报案中心 或者是各区警署和政府123热线 至于2000元的定额罚款会增加多少 林郑月娥说内部未讨论 之前就透露会议赔数计 政府刊献 在一步收紧没有供应饮食的分礼和会议人数上限 由50人减到20人 宗教活动的群组聚集 原本获豁免限聚令 容许聚集人数是主所开容纳人数的一半 现在有关豁免被取消 原本可以举办不多过30人的本对游 也都不会再获豁免限聚令 母线电视记者陈嘉欣报道